我們還有10% 所以要把握 現在還是不是很懂 但是好像這個大的 iPad 接上筆電的 USB 總是充不太聊 好像定壓不太夠 我們下一個要介紹的問題 叫做 Big Pack 這個比較老少子應該說理解它會更容易一點點 它的應用力也是最狂的 所以 Big Pack 就是說你給一堆固定 比如說那上面你假設你做了一些什麼 那種它有一個我們還是講重量 比如說0.3公斤0.2公斤 然後你想要裝到一個箱子 那箱子上面當然假設是1公斤 那這問題要問的就是你怎麼去裝箱 裝箱後使得它使用的 那這邊叫 Big 它是最傷的 所以比如說像這個裝箱房 它把這物品的這四個 0.3加0.269 所以這邊有0.9公斤裝到第一個箱子 然後4跟2裝到第二個 然後0.5的裝到第三個 所以它總共開了三個箱子 去封裝這7個物品 所以這個大概各位應該比較可以想像的用 所以實際上大概想看哪些 不過這邊有沒有什麼貨運的 要裝箱的物流公司 不知道現在物流是 物流業應該是台灣算是最賺錢的 可是我不知道各位身邊有沒有認識物流業的朋友 我個人是沒有啦 我是很好奇 但是物流業上分很多嘛 那出污車子啊 海運貨運其實也應該兩個算 但是比如說他們都是一櫃一櫃算的 所以我不知道家裡有沒有做過海運的 出去就是櫃的價值 那一櫃你可以塞多少是你的本事 所以在貨運業其實就是 在解釋Primpaping的防疫版的問題 所以它3D Concrete 我們就先不再證明了 所以我們的目的就是說 他問題就說給你這堆物體 你最少幾個箱子可以把它封撞嗎 比如說你用3個箱子3個貨櫃 那就是3個貨櫃的成分 你可以把它壓到2個貨櫃那就是你家裡開的 所以就想看這個問題是我最擅長的 因為像我太太她就最會封撞 只要出去玩的時候 心理卡包一定交給我太太 你交給我就隨便說是3 first come first serve 然後那邊要罵你知道嗎 然後就開始這樣 他有他的演算法 下次應該問他 對 他有他的獨特的演算法 可以把它塞好塞好 下過的話就不會在這邊動得到 所以總之那個 各位應該有些同學生會打包的 在這中間你應該可以感受出來 類似的問題 因為這個最佳節不能看出來幾個箱子 兩個可以 為什麼 因為0.5跟0.3 0.2組成一個箱子 對不對 然後4跟剩下的0.6組 所以這兩個應該是最佳節 所以這樣這個個案2才是partumab solution 好啦 所以這個問題已經開始了 時間有限 我們必須趕快了 所以有沒有要問的 沒有 所以我們一樣的 就是 你們來不及開 我只能用去年的iPad 所以我們要問的問題一樣的 請問 怎麼去 老闆姐 想得太快了 我們要先探討 我們等一下介紹兩個演算法 就是 一個比較差一點 就是介紹一個差一點 但是比較好理解的 跟介紹稍微好一點 但很難證明的 那第一個演算法 基本上就是小弟的行李的 就是我 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就是要出去又出國了 請一天晚上再補完 然後把他丟的東西全部都丟下去 什麼意思就是 first time first turn 這邊叫first spin 你眼前看到第一個就想丟丟丟丟丟 丟不下了 然後就開第二個行李箱 再丟丟丟丟丟 他會有多遠 他跟最大型距離有多遠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討論的 所以 那一樣的 我們還是回到一個老問題 就是說 今天既然要 要問說 這個APP跟OPT的 的比值會差多少 就是現在APP是指這個first spin 那 OPT的地板值 就是 一樣的 在這個問題上 相對比較好看出來 那當然他所謂的地板值就是 你要從這個 Proven的Input裡面去找一些參數 然後那個參數是可以當做它的地板值的 你可以回憶一下 我們所有的每個問題都會有一些 特殊的變數或參數 比如說前面那個是bright point 在之前比如說第一個 那個Vertex Cover我們是拿那個編的個數 忘記了 那 像第二個那個 TSP 我們大概會利用那個spending tree 還有那個去串 所以其實每個問題都會去思考說 它有什麼樣的參數或變數 可以讓我去觀察這個最佳解跟近視解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他們的天花板地板值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像這個問題 它只有一個Input 非常簡單 就是 所有的N個Item 它總共有N個Item 我們只要加上A1 A2 一直到AN 那A1就是代表0.5 A2是0.3 所以真的Input大概就是 就這樣 非常非常簡單 所以這個Input 其實你能夠弄的參數就做這些類 那 請問一下有沒有看出來 最佳解的地板值會是多少 利用這個參數如果要去兜出一個一般式的話 假設我有N個物品 然後那個N個物品的重量一定是我有資的 就A1到A2的數值我一定知道 那個最佳解請問它再怎麼厲害 它再怎麼會裝 比如說像我太太 她再怎麼厲害 我一眼就看出來 就這個個案來看 我一眼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只要兩個 你沒有人可以看出來為什麼 就這個個案而言 為何它一定就是兩個 蛤 因為怎樣 全部怎樣 加起來怎樣 對 就是全部這個 你不用用腦的 就把這個數字全部加起來就對了 它加起來是多少 假設是2 好啦 那它最厲害的就是要用兩個箱子 因為每個箱子一公斤 你管它怎麼弄 最厲害的就是2 那如果加起來它是2.1好了 它就怎樣 一定要用三個箱子 不用想的 不用想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Sigma AI的總和 它剛好就是最佳節的地板值 可以嗎 直接把它做AI加起來 它一定是最佳節的地板值 所以這個算是Straight Forward的一個棒 所以就這樣 那當然這問題比較難的是近視節 那請問近視節跟最佳節的關係 或近視節天花板有能夠看出來嗎 對近視節那邊稍微比較難去 所以這個演算法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探討這個無腦的first bit 先來就先放 放一下開箱 那這個近視節的演算法呢 換點 我剛剛這邊都在講 講那個first bit的演算法 那不要理它了 好啦 所以 這邊我都已經講過了 太好了 再快一點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東西 可以再快一點 就是 我們已經知道地板值了 那現在你想要問說 那這個APP它會有多麼的糟糕 它到底會有多麼的糟糕呢 其實 不是很容易觀察 但 假設 最終 我們用的 這個演算法 搞到最後呢 把這個擦掉一下 把這個實在講一下 我們搞到最後發現 這個演算法 總共用掉 N的箱子 那我們一定可以考慮 這個演算法 雖然很笨 但是它有一個性質會出來 這個性質就是 那個N的箱子的 前面N-一個箱子 一定都會 超過一半以上 是滿的 這個非常非常難想像 所以 比如說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 這例子N是等於3 應該就是說用了三個箱子 對不對 就是剛剛的例子 我跳得有點快 然後你注意看 這123箱子前面兩個N-一個病子 就是前面這兩個 它篩的物品 至少是超過一半 你看第一個是0.5加0.3加0.2 總共是1 大於等於0.5 第二個是45678已經大於等於0.5 可以嗎 然後這件事情為什麼一定成立 你為什麼會告訴我 基本簡單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First B 正好聽起來很蠢很蠢 但是它再怎麼蠢 它還是要搞定第一件事情 我如果用了N的箱子 我至少 make sure 如果前面N-一個箱子的使用率 是超過50% 就這個意思 我不會有空調的 為什麼 對 對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因為如果 你 算了 然後就是下一張 應該是可以 看有沒有好的例子 有來有 看你這邊就忘記了 基本上你不可能出現 左邊這個鳥狀況 這不可能 你不可能連續兩個箱子 都低於一半 對不對 可以嗎 你一定 always 有空間 你一定會先在 雖然是First 就是剛剛五腦就說 你還可以晒 你還是不會隨意開箱 所以我一定不會搞到 留兩個箱子 它是 它是 就是你剛剛講的低於一半 或是你們 聽過什麼歌隆原理什麼鬼的 類似這種鬼東西 可以嗎 所以你一定 最多就只有一個箱子 會少一半 剩下的都一定會大一半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開了A的箱子 一定有A減一個箱子 使用率超過50% 這個是至少 2%必然是 就是OPT的一個性質 可以嗎 好吧 所以如果理解這個性質之後 接下來比較難去留 就是說 它其實 要努力的去思考 剛剛我們再回到我們的主題 我們要知道OPT跟APP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只是知道OPT 它會大一等於 哇 這個變成Sigma AI 就是AI 就是全部物品的總和 所以很顯然 你看到其實 這個Sigma AI 就是所有物品的總和 好像是我去 就是對APP 現在你要跟它 就是你必須要去思考 難度難度你要 這個好像是一個 你必須要去 去創接的一個 變數或參數 因為唯有Sigma AI 可以OPT知道它 所以你要靠它 去達這個勸牆 達到APP去 所以講完話就是說 它哪個地方 它思考說 那這個近視界 那你跟Sigma AI 就是所有物品的總和 有什麼關係 那剛剛 其實它看出那個性質 性質是什麼 我們再講一次 就是說 這個M-1 一個像字 假設我故意這樣畫 就是這個M-1 一個像字 其實它有一個性質 是它會怎樣 它會超過一半 大二分之一 滿 所以你可以conclude一件事情 就是說 呃 當它 這個稍微 這畫得有點怪 不好意思 那我再reset一下 下面其實已經有畫了 不好意思 我再重新看一下 下面這紅框其實已經畫好了 這個就是這個 二分之 M-1 這一塊 就是說 M-1 一個像 每個都有二分之一 那Sigma AI 是什麼 Sigma AI 就是這個 是我看出來的這個物品的總和 就是這個 是我的一條 大家想像一下 它的總和就是Sigma AI 也就是說這個Sigma AI 全部加起來 其實是廢話啦 就是它一定會大於等於 二分之M-2 因為二分之M-0 就是這個 每個箱子 二分之M-1 一個箱子 每個有 一半 因為剛好說它是二分之一的物品 可以嗎 所以它一定會大於它 就是這個 這個長條圖的面積一定大於這個 下面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這二分之一的面積 比如說這個 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搞半天 就是想要去思考 這M其實就是APE 就是 剛剛用M其實就是我們講近視解 近視解跟這個Sigma AI 關係 才能夠看出來 講白話就是說 其實最終的目的 不脫就是想要回答 OPT跟APT的關係 那很遺憾 我們應該說 在這個case上 只有Sigma AI 是他們兩個可以 使用的共同的一個變數 所以不會有它 是它要大於去思考 所以它其實想要外面 其實是為了這個問題 因為看出那個關係之後 它馬上給它 這個Sigma AI 會大於二分之一的建議 那就是二分之一的建議 那你把這兩個綜合起來看 就像這個樣子 綜合起來看就是說 我們剛剛知道前面 OBT的地板值 它是大於Sigma AI 那這個Sigma AI的總和 就是它這個長條子的總和 它要大於紅色框框這部分 那紅色框框就是二分之M-1 那A就是APP 所以這個式子你稍微把它濃縮一下 那你就會發現它可以得到一個長度 所以我覺得這紅PT會大於二分之APP-1 那因為它是絕對大於 所以直接可以說它 就是 反正就是 就是大於二分之APP-1 所以一定會大於二分之APP-1 所以在一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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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其實剛剛那個無腦的PT拿回了 其實還是有Galanty一個 最Wars case是兩倍 比如說最佳解錄兩個箱子 我那PTT就四個箱子 所以要解五個箱子 Wars case就是四個箱子 所以也就是說那個無腦的封裝法 其實在數學上還是可以有 有腦的 也就是說 萬一如果你打包心理是跟我一樣的話 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講 我可以證明給你看 其實我剛剛那個方法 不會離你差太遠 你都差個兩倍的箱子 然後你跟他講完他大概就不理你了 然後他就會自己去做 然後就可以省思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第一個也算把聽得懂吧 很簡單 可以嗎 他關鍵性質就是用Sigma AI 去串起APP跟OPT的關係 當然最不 trivial的就是這個性質 你要發現Sigma AI 跟那個APP的關係是可以利用 他有個個性就是 它卡在內間一個箱子一定會塞到一半以上 就是不會有兩個箱子都低於50% 這些都夠利用 所以他可以直接 遇到這個漂亮的性質 這個性質就可以把 後面裡面的APT整個串起來 好 哇 他的用量比我想的還快 好 到這邊我先問一下聽的董舉個手 看一下 先放下 太好了 你覺得任務已經快結束了 你下面那個就超級難 好 所以 今天最後一個方解 剛剛當然是兩倍 俗上 各位大家知道 這個演說法怎麼可能會好 聽起來這麼如此之吾腦 你隨便都可以選出 更好的方法 甚至 對比較友善的一些解法 所以 所以真的這個問題其實 有一個 Gridiago人 可以用 然後這Gridiago人 絕對會比較monsense 所以這Gridiago是這個樣子 我先講一下他的方法 現在我們再講這個問題 方案問題的第二個演算法 那這Gridiago是這樣 給你這麼多物品 我先做排序 排序的話就是由大到小 所以大的物品先放 再換第二名再換第三名 我想這個應該也是蠻多人 打包的方法吧 從大的先開始放 佔體積佔空間先高 剩下零碎的在弄 所以其實 沒有錯 這個Gridiago人 就是我們直觀上大部分可以打包 想要用腦的時候 直觀上會做的一件事情 那他取的一個爛名字 就是Gridiago 那總之就是Gridiago 就是 就是由大到小的時候也是 所以我先把這個例子看完 所以以政府來講 0.8先放 然後第二名是 0.5 0.5放不下了 只好開心箱子 開心箱子 所以看 我看後面有沒有弄完 哇 哇我沒有畫完 我直接畫了吧 反正直接下來就是0.5 然後再來就是 0.4 0.4只能放這裡 然後再來是什麼 0.3 0.3要開心箱子 0.3 然後再來0.2 0.2 0.2 3 4 5 6 7 8 9 可以放到滿 好像結束了對不對 結束了 所以如果這個Gridiago 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從大的0.8 0.5 0.4 0.3 就放下去 所以這個乍聽之下 稍稍的有一點學問 但 其實計算演算法 最難的部分 通常都不是在演算法本身 也就是說各位其實在大學部學的技巧 在 我說技巧是指在方法那一塊 通常會比較多 但是在NB考慮這邊呢 它這個方法上通常 很多時候不會太複雜 難是難在證明 因為他們證明那一塊 有些時候會很困難 所以像這個問題 這Gridiago 幾乎每個人反射一定會這麼做的 可是問題是多少人可以證明出來 那這Gridiago 就是這Gridiago 請問它這個方法的 這個品質 會是小一點多少 這個就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最後這個case 我們等一下就要討論它的 我跑前面先錐秀啦 但它的證明 確實是比較困難 所以我就 沒辦法我還是會把它講完 但各位可能會需要回去看影片 看去年或前年的影片 你去好好的消化一下 主要是因為它證明 沒有辦法那麼直觀地 找出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所以第一個 我們還是先講完一個 兩邊都看到一樣的技巧 就是說 這個最佳節的地板子 依然是被Sigma-AI鎖住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OPT跟APP 這個的地板子依然被Sigma-AI鎖住 但難是難在 它看不出來 在這個演算法底下 在Gridiago底下 其實看不出來 Sigma-AI跟近視級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像千根那樣子搞 沒有辦法像千根那樣子搞 沒有辦法像千根那樣子搞 所以它變成 這證明的人 享受了一個比較複雜的招式 這複雜的招式 大概 各位第一次聽完 才可以很難理解 它因為找不到 Sigma-AI跟ATP 跟ATP的關係 所以它進一步 引入了一個新的參數 去想到 這是我的東西串起來 這個新的參數 有點奇怪 就是 它考慮一個新的參數 叫近視節裡面 近視節可能會吐出 比如說五個箱子 五個箱子 我只舉個例子 假設近視節大概是這樣子的 它吐出了五個箱子 那這五個箱子就是 APP 那B的話 就是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一個 比如說 B可以代表是 一或二或三或四或五 它是一個廣義的代表 就是B的值是介於 一到APP之間 所以它引入一個新的參數 B是它 一個區別有的一件事情 那引入這個新的參數之後 它是說 它是說 我想看到怎麼一句話 講完它的思路 它的思路就是說 這個證明 我沒辦法一眼看穿梭的事情 所以我決定 把這個大問題 有點像台內火鬼們一樣 我把它切割成小問題 切成了不懂這情況 它每個情況去討論 就是最佳節跟近視節的關係 然後最後再做一個證明 我只是說 它怎麼 後面證明會聽起來 你會覺得 我靠怎麼會這麼複雜 就是這樣 因為我講的例子其實 想要讓大家知道 主要目的是 近視演算法 南地方很多時候是在證明的 那證明的時候 會遠比 那個演算法本身 要複雜個一百倍 是很有可能的 以這個這麼簡單的歸壓回 它這裡 卻沒有辦法一眼看穿 我們前面講的例子 每個人其實都一眼看穿 我們最後會告訴大家 有很多是很難一眼看穿的 這大概會是其中一個 遇到的個案 當每個人很難一眼看穿的狀況 每個人都會想到 什麼的招式 這個人來想到的 確實是蠻特別的 他決定引入一個 新殘屬炸彈之下 讓它更複雜 但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類似的影子 就是比如說 我們從前在講 背包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那時候BP只有一尾 你只看到物品的組合 你是弄出來的 你必須要引入一個 新的參數 有背包的size 去讓這問題有機會去破解 在這邊也是一樣 它把證明好像搞得更複雜 不過只有Sigma AI 還不夠 它還要引入一個B參數 那B參數是代表 最近世界的某一個箱子 B的參數都有可能 然後還不夠 它還需要把這個箱子 再分兩類去做討論 大概是 整個思路是這樣子 所以就讓我一口氣把它講完了 所以它等一下 我把它這個擦掉 總之呢 它引入一個新的參數 B的參數 然後呢 B是任一個箱子 所以它還在分成兩個狀況 這個箱子 它裡面的承載量大一點於50% 像這個case 這叫case 1 還有一個case 2 就是它的使用率不到一半 使用率不到一半 是case 2 所以注意喔 它任一個箱子 它現在可以分成超過一半 或小一半 所以我們現在看第一個比較簡單的 如果這個箱子 它裝的物品 後來我剛剛少講 如果content 等等 包含一個物品 大於2分之1的size 的話 這是第一個case 那這個時候 最佳解的關係呢 很明顯 它有一個新的地板值 因為 你看 假設你每個都大於1分之1好的 你豪威問的是怎樣 你的最佳解 就是 舉個例來講 這是B是3 這是1 2 3 4 5 那所謂case 1 就是說 因為它是3D Agree 所以你可以 你在這個第三號的箱子 它的物品假設 單一物品就0.8公斤 各位 它前面的2號1號箱子的物品 一定都大於1.8 可以同意嗎 因為它當是3D Agree 先從最重的開始放它 放...放...放...放到這邊 這個一定不是第一名的 前面就比它更重 所以我可以考慮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這個最佳解 現在有一個新的地板值 就是看一個名義 就是 如果你B是3 我最佳解 一定要用這次最少三個箱子 那豪威問的 可以想像嗎 所以第一個case 稍微比較好理解 就是說 它在引入這個新參數之後 它的Archimum Solution 得到一個新的地板值 剛剛是Signal AI 現在變成是大的V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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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第一個應該也可以啦 好 那比較懶的是後面的 那萬一 這個箱子 它裝的都是小東西 就是case 2 所謂小東西就是說 它那個箱子裡面的 你的Item 它的重量 都是小於0.5公斤 所以像這個case 看這個 你的那個物品都是小於0.5公斤 所以另外一個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直接看這個箱子就對了 好 好啦 那這個時候 他說 在這個演算法 規迪的操作之下 我一定可以感染替 每一個箱子 從B之後 至少都包含兩個 終於至少可以裝兩個 這個各位就同意吧 嗯 就是這句話 就是因為 因為從它之後 各位 我這個有個bug 這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這個 我一直沒辦法改 發電位是複字貼上 這其實是有bug 也就是說 因為我所有的物品 是從大一個物件 就像到很像 所以 比如說像這個case B 0.4 它要完之後 一定是0.4以下 就0.4 就第一個方便是小 所以 那 因為這個物品 它是小於0.5公斤 所以 你下一個一定 至少比較方便 對吧 啊 之後的一定是一個 State 因為下一個更小 後面都更小 所以其實 這一句話 第一句話 其實是 絕對成立的 每一個B箱子之後 都絕對可以 至少去 塞一點的物品 除了最後一個之外 所以 總共 你可以得到一個 新的式子 是這樣的 就是說 應該說 整個東西還可以 再換句話講 就是說 全部有APP的箱子 全部有APP的箱子 然後 然後 我 扣掉 B加1 就是 比如說 這個是5 以這個例子來講 5-B加1 就是這一坨 然後 這一坨裡面 因為最後一個箱子 各位 你可以知道 最後一個箱子 可能不扣人機 因為最後一個箱子 可能不扣人機 你現在的物品 0.1公斤 放下去 手工 所以最後一個可能不扣人機 所以你要再扣一 所以合起來就是 總共有 這麼多箱子 這麼多箱子 意思就是 中間框起來的這一塊 MT-B 這是中間這一塊 這些箱子裡面一定 包含這麼多個物品 每個都是兩個 最少兩個 抱歉 這是剛剛 APP-B 就是藍色框起來的這一塊 就去果去紋 那中間這一組 他每個一定會 包含至少兩個物品 這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是Cast2的一個性質 一個性質 當你說考了半天 他是講要賣什麼 烏魯藥 還沒有見真小 所以他現在只是在觀察 這種情況下 他發現到 嗯 這些藍色這一群箱子 他們總共可以貢獻 這麼多個物品 就這樣 他現在只看到另外一個性質 那 這個性質呢 其實還沒辦法說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最終的目標 是要把OVD跟MV串起來 所以他其實看到那個性質之後 發現還沒辦法串 所以他很困難的是 就是他在往下看一直觀察之後 嗯 發現了一些 我覺得應該 對我個人也覺得是很不容易觀察到的一些事情 就是他把B那個數字 再把它進一步拆盡 就是Cast2 是屬於B的那個箱子 它可能 就是B的那個箱子 它被抓的物品都比較小的那種狀況 嗯 嗯 他當得到剛剛那個結論 但是 他最後還必須要再把B再細分 細分意思就是說 嗯 我們翻成白話啦 B比較 你這個B的數字如果比較前面 或比較後面 因為剛剛B是可以從1到 ATP就是任何一個數字 但是他現在再把它區分成B 比較前面 前面一直定 就是用B用剛剛那個2分之APP減B去做定義 就是剛剛我們得到說 嗯 他在中間放起來這些箱子 他可以貢獻2乘以APP減B的item 如果假設B比較小的時候 他說我馬上可以扛住一件事情 就是 我把這2分之APP減B的item 如果往前塞的話 如果往前塞的話 我可以趕快地每個箱子都可以爆這樣 或是剛好慢 就是你可以想看 因為前面每一個都一定是塞好塞慢 所以這時候把這些物品呢 再往前去塞 前面B減一個箱子的話 那B減一個箱子一定都會爆掉 就這邊是B減一個箱子 所以就是說 把剛剛那些 框起來的這些 就這一塊是2乘以APP減 B減一個物品 就是這一口 把它全部往前去倒 不定可以把前面每一個都塞好塞 就是前面每一個都給B減一個箱子 全部都給它爆掉 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已經隱約看出來了 就是 因為OPT 它代表這個Sigma AI 你說你的最佳解 其實 一定要大於1-1 就是 這算是一定有點不理解 就是說 它現在已經有一個新的參數 然後它想要去問說 這最佳解 跟這個新參數的關係 大概有一個目的是這樣 所以 這可以想像嗎 就是你可能稍微腦補一下 你把後面的物品往前倒 那基本上它一定全部都會是爆掉 我剛剛碰到它 就是拉前一定會爆掉 那爆掉意思就是說 你的最佳解 你最少要開地界一個箱子 可以想像嗎 好 這個 沒有辦法理你們了 我要趕快下去 繼續 總之 再講第二個Case 那第二個Case 那第二個Case也蠻難理解 就是說 YB 比較大的情況 所謂大的定義是這個 YB 的數值 是大概等於2乘 ABB-B的時候 所以AB-B 是代表這個 包起來這一塊 它物品的個數 如果B 比這個東西還來得大 嗯 那這時候很尷尬 剛剛的論述就不成立 因為剛剛的論述說 那我每個物品都往前翻 把這些東西塞爆它 但是 你的B太大了 所以你這個物品可能 就是 假設你想要滾B 就是 到右邊它其實箱子沒幾個 只物品也沒幾個 所以你要把前面的B-B的箱子 全部塞爆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呢 稍微比較不一樣的 它的論述是這樣子的 嗯 這個時候你只能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個最佳件 是OPT啦 它 我讓它寫等於比較簡單啦 因為我這個每個物品 2乘以APP-B 每個往左邊丟的時候 比如說0.2往這邊丟 0.4往這邊丟 我每個往前丟的時候 我只能讓一個箱子爆掉 所以 那因為這個東西 比它還要來的小 這整個是B-1 所以唯一 我可以讓它爆掉的箱子個數 只有這麼多 2乘MVP-B 就是說 這邊如果有4個物品 兩個箱子4個物品 你只能最多讓4個箱子嘛 就爆掉了 爆掉的意思就是說 你最佳也最少要用到4個箱子 這聽得懂嗎 所以這邊 它的目的 不管是這一個 或者是這一個 你會發現它目的是什麼 它其實都一直想把OBT帶進來 就是它只想問說 請問最佳節 在我導入這個新的B的參數之後 我可以找到一些新的Lower Bound 當然那Lower Bound 現在會跟近視解的關係更靠近 現在還看不太出來 但等下我全部講完 你大概就有Field 所以 總之 它的Structure就是什麼 實質的部長 把它拆成兩個Case Case 1 B的箱子 包含超大的ID 相當中 第二個是Case B的箱子 包含超大的ID 叫Case 2 但Case 2 它必須要跟兩個細節的狀況去看 就是它B的數值比較小或比較大 然後是根據這個關鍵的參數去定義的 那In Summary 就這個Slide 因為我們剛剛知道Stigma 應該是串起OPT的一個重要的橋樑 當然在它這個證明的手法裡面 引入一個新的參數的B 剛剛總共有三個Pix 應該講可以算三個了 就是Case 1 得到了OPT代本B 這是Case 1 有沒有印象 Case 1就是說 那個箱子 B的那個箱子 包含了 比如說0.8公斤 就是它包含一個物品 它超大的 所以 它影射它前面B的一個箱子 每個都超大的 那 這個每個都大於0.5 所以你們最佳級的人 有什麼選擇 一定是很大於B 這是第一個最好理解的 那剩下兩個都是Case 2 所造成的 Case 2就是剛剛畫的 就像這個樣子 它其實箱子裡面的那個物品 比較小 第一個就是小1.5公斤 小50%的成長率 這個時候 可以再進一步分成兩種狀況 Case 2 B的數值比較小的時候 那你最佳級就會需要避解一個箱子 如果B的數值比較大 大來說也很大一個item的個數 那你增加幾個low-bound 只好用這個item的個數做 做你新的low-bound 所以configure就是 這三條式子 你把它合起來看 沒有辦法 欸 這兩條式子可以 主流這一條就好 所以最後 我們得到了一個 紅色的那一塊的式子 OPT大一等於B 或者是OPT大一等於 物品的個數 二乘與APP減低 就這樣 你得到一個新low-bound 那你說 這個新的low-bound 有什麼好的 看起來更複雜 它多了一個B 對不對 多了一個B 所以其實tricky的地方 就是在最後 其實最後他說 因為答案已經快要出來的啦 只是很瞬間會很難想像 就是說 這兩個式子好像很複雜 但是如果你把它畫成一個 畫成一個什麼叫做 畫成一個 這兩個你把它視為是一個 哦 轉盪機不知道怎麼講 你把它視為是兩個方程式的 連立方程式 對啦 各位有沒有印象過連立方程式 你把它放作連立方程式去看它 你會看到一些有趣的信息 就是說 我現在的一個low-bound 是OPT大一等B 那這條線都是OP等B的線 那另外一條就是OPT等於 二分之APP減低的線 那這兩個線交集 這兩個線其實就是 我做的最佳解的那個low-bound 那這個low-bound的話其實 兩個其實會有交會在一個點 這個點就是說 當你那個B的那個數值 你發現我寫不下去了 下面這個X軸是B的 我寫在這裡 好不好 這個兩個 這剛剛那兩個式子會 這OPT等於B跟這個 它其實在B等於 三分之二APP的時候 他們會交會 就是兩個連立方程式求解 這樣各位應該還知道 什麼是連立方程式吧 這兩個線在這邊會有一個共同的焦點 那可以求出來很簡單 反正就是兩個式子換一換 就剛剛兩個式子自己換一換 就結束了啦 好不好 所以它其實會有交會在這裡 所以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今天這個OPT 它可以很多low-bound 那這個整個灰色的地帶 就是他們交替完的結果 那在這個焦點這邊 剛好是最高的這個地方 它就是 在所有情況下 最加緊 就是所有情況下的low-bound 所以concruid就是說 其實剛剛那兩個式子 已經凝射出OPT的 新的low-bound 而且它low-bound 直接會跟另一一 綁在一起 因為剛剛這兩個式子的B的range 是從E到NTP 然後你兩個去把它解連立方程式 然後你會發現 你解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OPT它是大於三分之二 就是剛剛那個 疾病方程式 所以再把它置換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CAD的concruid 就是它們比值其實小一點 對 所以這其實是個1.5倍的近視影算法 好 我終於在用它們演練之前 把一口氣講完 因為我怕它會化掉 所以我稍微想化一點 所以 我剛剛講這麼快 很好奇 那個聽得懂 舉個手 我看一下 沒有半個人 完全沒有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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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還有電 我們現在可以slow down 因為我很怕它沒電之前 我講不到這個MT 所以 好 沒關係 你聽不懂 其實不要難過 那是很正常的 因為這個其實不是很好理解 我重述一下 它其實 反正整個流程 大家已經看過一遍了 所以我們再來reflect一下 其實它整個思路 是怎樣子的 沒有錯 它還是踩著這個東西 但是它知道Sigma AI 直接沒有辦法跟金世傑 做任何的瓜 串聯 難帶著 所以它不能夠走剛剛前面那一條路 所以它走的路 進入比較崎嶇 比較坎坷 比較暴力 比較暴力 它引入一個新的參數 B 就是B 是代表 從1到APP 一個箱子裡面 的任一個 那任一個 近世傑的箱子 它一定只有兩種狀況 要嘛它是像這個樣子 它有一個超大的物件 或者是 都是小物品 Case book就是 都是小物品 然後它的目的就是說 我的OPT 實在看不出來 跟金世傑的關係 但是我跟這個B 的關係比較好觀察 目的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它馬上 比如說第一個Case 1 如果你Case 1 比如說B 比如說這是B 那這是1 2 3 那B這邊有0.8 那影射什麼 影射就是 你B之前的每個箱子 都超過0.5公斤 最佳節 只能開這麼多箱子 就這樣 所以第一個LOLO棒 很快就出來 就是剛剛講的 你的最佳節 一定大於B的箱子 假設你是屬於Case 1 就這樣子 所以其實Case 1 是相對單純的 但Case 2 就是相對比較複雜 Case 2 就是說 哇 Y跟哪個箱子 裡面都是小物品 那我還有什麼性質 就我最佳節 OPT 到底剛剛這個B 有什麼性質可以成立 或者是LOLO棒可以成立 那發現這邊 比較沒有那麼區流 但是它先推出一個性質 就是說 這群小箱子 扣掉最後一個 這群小箱子裡面 發現這群 裝小東西的箱子群 它們每一個箱子 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個數 APP-1 每個箱子都至少 可以放到連盒上的item 所以這些事情 你要先理解 就是這一群 裝小東西的箱子 每個至少一定有連盒 規則一個 所以造成它總個數 至少是大約2 2×APP-1 利用這個參數 它去把B 去做一個觀察 但它回去還是回去看B 回去看B的意思就是說 嗯 那我這個 可以再分兩個狀況去討論 如果B 小於這個數值 B比較小 就是說這邊的東西 比較多 這邊比較少 那沒關係啊 那我仔細就看出來 就是 嗯 就是 因為 當初 它就是已經曬下了 才正能開清箱子 所以 你這邊B-1 一個箱子 就是 那怎麼形容 就是你那個OPT的 Lowbound之一 就是OPT 它等這個 然後它一定 大概等B-1 一個箱子 就是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 這件事我覺得 可能你就要想一下 就是說 我最佳姐再怎麼厲害 她也至少 比如說這邊B是10 好了 最佳姐至少要開9個箱子 這樣 這可以想像嗎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狀況是這樣 第10個箱子 它裡面每個物品都是小的 0.4 0.2 0.2 所以前面有9個箱子嘛 你的最佳姐 你不用管前面是什麼樣子 他一定要開到9個箱子 他一定要開到9個箱子 這句話聽得懂 所以我看一下 這邊你就聽不懂 那就沒救了 沒關係啦 這個 等一下各位告訴我是哪邊 這麼懂 我第10號箱子 裡面裝的東西都小不拉機的 而且第10號箱子 假設小於這個物品的個數 就是說這物品的個數還大於10個 假設這邊物品總共20個好了 所以10小於20 這個狀況下 他會說我前面9個箱子 我的最佳姐最少要開到9個箱子 他第一件事就是要講這個 就是現在我這張狗片要講的事情 其實是很 如果你想痛的話 你會發現它很簡單 就是前面是什麼狀況都可以不要理它 全都不用理它 因為它直接說 你就是這邊的物品已經塞得進去了 你才會淪落到這裡 所以這邊如果全部往前一個一個擺的話 每個箱子通通都會爆掉 所以前面9個箱子一定會被你塞爆 所以塞爆的意思就是剛剛講的 你的最佳姐再怎麼厲害 不會太晚 一會兒 你敢談 你快點暫停